所以在我們年幾兩年前開始已經 所以在我們年幾兩年前開始 已經將某部份的資源開始投入海外的業務方面 亦都希望有多元化這方面的發展 其實是給到我們自己本身的客戶 可以有更多的選擇 不只是局限在澳門 所以我們都嘗試去參與一些 東南亞國家海外的賭場管理 希望透過賭場管理的經驗 看看能不能在當中 可以找到另外一個新的盈利點 可以選擇的地方 其實東南亞的地方不多 所以為什麼會有越南、賈武寨 或者另外一些韓國的地方 我們都是有參與一些 有賭場管理方面的業務 暫時來說 其實在我們本身的計劃上 例如澳門或日本的賭牌 我們還沒有考慮這方面 因為其實第一 我們要看回公司的實力 以及自身的條件 是否真的可以和一些上市公司 或者其他一些比較知名的賭牌公司 或者賭場去競爭 其實我們不覺得 這裡有些優勢會在 所以其實我們都是持一個觀望的態度 或者不排除以後 可能會有合作的模式 但是自身自家經營 而暫時不在我們的計劃上 我看到本身我們公司 其實是可以說是比較 做得長的一個貴賓廳公司 主要經營貴賓廳公司 剛才我也提及到超過16年 我相信是比較 教組去嘗試去接受賭場管理這方面的公司 不可以說是一個轉型 其實我們在沉合 這個是多方面的發展 我反而不覺得 它會不會對貴賓廳的業務 不是那麼看好 反而我不是那麼覺得 只不過是大家的經營的層面不同 因為貴賓廳其實很老實 我們是真的專注注重視一班貴賓的客戶 自己本身有的客戶 而中場真的是針對一些 來澳門旅遊的一些旅遊客 其實現在你澳門的旅遊業 已經其實做得很成功 所以吸引到我來的遊客 來澳門的中場 其實很正常